去完美踩完單車之後 由於不想踩回頭路 所以租了車自駕回深圳 途中去過幾個地方 包括泛和古村 另一個就是今次介紹的長沙炮台 它的正門鎖了 但側門是可以從這裡鑽進去的 前面 分火庫 但沒有管理員 完全是... 有些洞都開了,但正門鎖了 名稱時期,海防設施大致分為 衛城、鎖城、寨城、巡檢師和泡台 大家熟悉的九龍城寨 自從藍門牌匾出套之後 已經證明為九龍寨城 九龍寨城隸屬大亞灣大鵬鎖城管轄 大鵬鎖城已經去過幾次 有興趣可以看我寫的東西 請留待大鵬鎖城 請留待大鵬鎖城 更多雷鎖城 請留待大鵬鎖城 由於凍鎖城 最小鵬鎖城 最小鵬鎖城 請留待大鵬鎖城 可以測到一位 有條路 所以請留待大鵬鎖城 長沙砲台建於1804年 當時駐兵大約50人 是大亞灣與傘美一帶十幾座砲台之一 這十幾座砲台的位置可以看回這張地圖 部分砲台已經荒廢 將來有機會去探一探 去完再介紹 長沙砲台於2020年復修和開放 大部分去傘美旅遊的人都未聽過 傘美旅遊指南也沒有介紹 算是非常冷門的景點 但非常值得一遊 大家下次經過記得去看看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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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